但是呢 老腰的这个问题呀 经常会出现扭伤啊 疼痛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咱们看看 牛教授还有什么好方法 来 看下一个问题 我们想腰扭伤之后 应该按摩什么部位 是按摩手脚 还是按摩腰部 还是按摩小腿部 来 一百位观众 表达你们的意见 鲁曼呢 你看到比如说 大多数人扭伤之后 他们会怎么按摩 我觉得如果说 扭伤了腰部的话 哪儿疼按哪儿 肯定不太恰当了 因为刚才就 我自己有这个脖子 按照这个原理推断 因为疼的时候 你按这儿肯定是不行 那我觉得它应该是 它对应的穴位 应该在小腿吧 是不是小腿 有个穴位管腰啊 像刚才孔曼说的 现在我们学到了 一些养生知识 知道有经络这一说 可以在别的地方取学 好 来 我们看看一百位观众的想法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 按腰部和小腿部居多 那广告之后 我们要告诉大家 到底腰疼 尤其是扭伤了那一会儿 该哪儿更好一些 欢迎大家回到 中央电视台的 健康之路节目 等以后要是真的 万一不小心 咱腰扭伤的时候 看看刘教授 推荐大家按哪里好 是按手脚 这个 太出乎大家的意料了 为什么要按手脚 是这样的 因为刚才咱们有个前提 就是腰扭了以后 你自己怎么处理 因为你不是大夫 所以我建议你 不要再腰部居目 因为腰扭伤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猪肩膀突出 也可以出现腰疼 腰气扭伤 也可以出现腰疼 错位也出现腰疼 它不管拿出腰疼 这时候腰疼的时候 腰肌是精短的 所以我们尽量地 避免外行人 在腰部进行按揉 这样可能就揉一揉 会揉坏是吗 会揉肿的 会加重的 所以我建议 不要再腰部 不再腰部在哪呢 我们在手上和脚上呢 有个血尾通过 经过的传导 可以到达腰部 起到治疗作用 而且手和脚比较方便 我们大家都可以摸得着 而且位置的比较小 好掌握 所以我给大家呢 就是推荐一个脚的穴位 两个手的穴位 好 那这样吧 我们请这个俊成上来 然后让刘教授 给我们演示一下 在身上找哪几个穴位 就可以治疗 急性的腰牛损伤 行 咱先解决这个 特别疼的这问题 安拿 我教大家这两个 这几个穴位 主要是急性之痛 好 并不是说 我把这病治愈了 好 所以我们先看 叫腰痛穴一号 我觉得这学位的名字太可爱了 一号在哪呢 一号是有两个穴位组成 在我们的手上 两个穴都有 咱们先以 比如说 它左侧 咱们就在它左侧的手上找 右侧就在右侧手上找 就哪疼 哪一侧疼 就在哪一侧手上 在哪呢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这叫 这叫腕的腕背横纹 上两寸 两寸的三个扁脂 三个扁脂 大约哪呢 就是一个就是 一个第一个穴位在哪呢 就是第二张骨的脑侧面 就是这地方 就是十指往下 往下 就跟你合股穴很近 但是你沿这个骨面往下推 推的这个一和二夹角的地方 在这个拇指的方向 向着第二张骨按揉 有没有感觉 酸胀 酸胀感是吧 是 第二个这种穴 也是一号在哪呢 也是腕横纹上两寸 那么 第四张骨的尺侧面 就是那是内侧还是外侧呀 内侧这边 这边无名指的那一面 无名指这地方 对 这是无名指啊 这边可以加一点吗 就这地方 还是靠近骨头 往骨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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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骨头里面那边揉 你建议我们在你的手上 标致一下吗 可以 没问题 来 咱们找第一个 就是腰痛学一号 对 这个 其实也就是一个 是在十指往下的 这个靠近骨头的位置 再有一个就是 靠近无名指往下 骨头的 往里头的这个位置 也可以这两个穴位 同时这样按揉 同时按可以 往中间来按就行 那一般按多长时间呢 一般两到三分钟 它就会缓解 那得达到什么那个效果 才能够吃腰疼的 一个是有酸胀感 另外你感到手底下 有跳跃感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颗粒 刚刚 对 是不是啊 这边有个小颗粒感 有一个小颗粒的 有一个小颗粒的 这么一条不是太好 对对对对 是吗 对 对 是 那这是手上的两个穴位 你刚才提到 还要往脚上找一下 对 脚上那个穴在哪儿啊 看一下 怎么找呢 找到这个第四指 看到不 无名指 无名指的这个指尖关节 好 这地儿挺隐蔽的 那把我拿一下 然后呢 然后找到以后呢 我们可以这样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拇指 给它揉 也是揉这个穴位 或者是我们在刮 给它刮 这样 用 刮是怎么刮法啊 用指甲刮吗 指甲或者是一个指腹 这样刮 就是往上下推的 这个力量是吗 有什么感觉啊 刺痛的感觉吧 就是要让它 我们一般的穴位啊 要让它有个酸胀感 但是在治疗这个 腰痛的时候呢 我们要让这个穴位呢 产生的心烦意乱的感觉 它这个是 按一按就会有那种 心烦意乱的感觉 还是非常使劲 才能按出来这种效果 如果它腰痛的时候 稍微按一下 它就会有种心烦意乱的感觉 而且脚它会躲开你 不让你按开 对对对 不让你按 好的 谢谢刘教授啊 今天我们又学会了 腰疼 急性期的时候 千万不能再去揉按腰了 很有可能会带来新的损伤 这时候怎么办呢 在手上找两个穴 在脚上再找一个穴 可能就会让我们这个疼痛的感觉啊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消失了啊 那有一些病人啊 就是那个腰病总贩嘛 或者叫慢性的这个腰病 像这样的问题 能不能通过按这几个穴位 也能够缓解这种疼痛呢 它不管是慢性还是急性啊 只要是腰痛 它这个效果都不错 我给大家补充一句啊 好 这个穴位 我们为什么叫做止痛穴呢 它不单对腰痛 对背这个效果也不错啊 我们曾经对好多别人进行测试过 最快的五分钟就可以起作用 能维持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 我在美国讲学的时候呢 因为美国人呢 他是希望呢 就是见实效 所以有几个美国人呢 有个大胖子呢 他要扭了 他说我要试试你的胸位到底怎么样 我一当趴在床上以后呢 点了不到五分钟 他还能站起来了 但是呢 他持续两个小时 还疼 还能再点一次 又管两个小时 最起码是比你用药的封闭药效果好 因为封闭呢 它起副作用的 虽然当时有止疼了 他也就是五分钟起效 但是也就管一个小时左右 而且这个血点完以后 要管两个小时左右 对 所以说了解非常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